不可忘失自己清静之心 这就是道 忘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从前的人没有禅堂 做什么香呢 没有 六祖说 生来做不握 死去握不做 一句臭骨头 何谓立功课 他骂人吗 其实不是骂人 是要我们不要执着做与不做 是要我们无论行住坐卧都要收舍妄想 所以行一禅 坐一禅就讲这个东西 禅不在于坐 也不在于住 也不在于卧 也不在于走 参学的问 什么是道 祖师答 无心是道 有些祖师令达 马路就是道 本来没有什么道不到 没有妄想就是道 但是有些人什么也不想 这个是道吗 不是的 要你一天到晚不可忘失自己清静之心 这就是道 副本心缘 究竟清静 我们给人受三归一 忏悔业障 忏悔完业障消了 恢复了清静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清不清静呢 贪嗔吃 不是贪就是嗔 不是嗔就是吃 一个喜欢 一个不喜欢 众生就在这个当中 清静二字很重要的 和尚即是清静比丘 清静福田僧就是讲清静 不清静哪有什么福 没有福 福田是块干干净净的地 能种植庄稼 如果不干净 杂草石头瓦砺沙子多 泥巴少就不是好地 不能常装甲 我们的心就是一块地 什么菩提果 常生果 富贵花通通都能生长 如果不是好地 种什么都长不出来 长得尽是贪嗔吃 出家人修什么行 用什么功 都是靠这个心 心里 有没有贪嗔吃呢 有没有分别心呢 所以转八十乘四智 把妄想转为智慧 把鱼吃转为般若 把这个分别心的事情断掉 如同底脱落 就有智慧放光 就能够了生死 没有智慧就不能了生死 道理很简单 你留不留神呢 有些人不留神 一天到晚蹦蹦跳跳 不知去哪里玩耍 又不来坐香 古人用功了不起 那有我们这样放逆呀 老和尚最喜欢讲龙库博师 他是福建张州人 人很苦恼 没有正到以前 助言动修苦行 姐姐送些衣服和粮食给他 他也不理睬 过了十多年 姐姐再去看他 见到衣服还是放在那里 都放烂了 他一天到晚就是打坐 动也不动 你看他就是那么用功 逼了一段日子 他想该下山跟大家结结缘 于是走到张州一个三叉路旁 搭了一个毛棚 不湿茶水 那一年 万历皇帝的娘皇太后去世 要请僧人做佛事 但当时经中无大德 后来皇太后托梦 说福建有位高僧 那时皇帝自己也得了一身疮 养得难熬 到处请医生来看 都无法医好 于是派人到福建张州 迎请百多位和尚到经里来念经及医病 和尚们高高兴兴地进京去了 恰巧路过茶亭 苦恼和尚便问 你们这样高兴 有什么好事呀 我们奉旨进京 给皇帝的娘做佛事 他说 我也去行不行呢 你这样的苦恼 又不会念经 去干什么 我不会念经 但可以替你们挑行李呀 好吧 于是就和这些和尚 挑着行李进京去了 这个皇帝也作怪 想试探那一位是高僧 于是将金刚经埋在门槛下 看看这些和尚是怎样过门的 和尚们哪里知道呢 通通都跨过门槛进去了 唯有苦恼和尚走到门口 和尚跪下 地下有金刚 皇帝知道了便下圣旨 他闻圣旨便两手铺地 两脚朝天 翻一个金斗 就翻进去了 皇帝终于找到这位高僧 把他当活佛礼带 又叫人建起坛场 为皇太后做佛事 他做佛事很简单 拿着帆在台上扬了积阳 至灵前说 我本不来 你偏要来 一念无声 超生天界 讲完这几句话 便把帆放下 一下子把佛事就做完了 皇帝还不相信 那有这样简单 心中正在疑惑 就在这时候 太后在空中发出声音 说挤得超声了 她又用些香灰 在皇帝身上擦挤擦说 好了好了 真的病就好了 皇帝很高兴 设斋供养感谢他 又带他在皇宫里游览 他见皇帝穿的裤子有意思 皇帝见他老盯着自己的裤子 就问你喜欢我的裤子 我看皇帝的裤子好 皇帝便把裤子脱下来赠给他 拜他做师傅 又封他为龙库国师 他天天在御花园游览 园内有一个宝塔 他见了很赞叹 皇帝就说 国师你喜欢这个宝塔 我就把宝塔送给你 他一听真的把宝塔往袖子里一塞 拿回福建张州去了 把皇帝的宝塔带回来 这种本事了得不了得 我们知道托塔天王手里捧着铁塔 龙库国师则把宝塔往袖子里一塞就带走了 我们用功用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揽黄河为苏酪 变大地为黄金 把黄土一洒 遍地都是黄金 就不需要贪污了 贪污会被捉去坐牢的 这种本事只有出家人有 过去神仙也可以点铁成金 但要到罗汉国位 到了佛的国位更不得了 你们老也不用功 自己做什么都弄不清楚啊 正国位的人 走路都离第三寸 有一年 我去朝山西大同 山上有所小庙 供奉一尊观音菩萨 是石头做的 那石头也奇怪 明明看着是放在桌子上的 实际上没有落地 用绳子拉的过来过去 我尝试过 真的拉过了 你看 菩萨就在那里显神通 这是我亲自看到的 佛法真不可思议 小家伙不用功 一天到晚吃饭睡觉 不读书又不拜佛 又不来打坐 何来有神通呢 即使给你一条裤子都没办法穿 给你一个宝塔也没办法拿回去 龙库国师就有这个本事 他挣了道吗 这些是很平常 没什么稀奇 你看南华寺六祖菩萨 对陈亚仙说 陈施主 我这里这么多人 寺庙又小 我想将他建大一点 请布施一块地 陈亚仙说 好 你要多大一块地 六祖把袈裟拿出来说 我不要很大的地 只要一件袈裟这么大一块的就足够了 陈说 就这么点大 可以 可以 六祖及时把袈裟向空中一抛 这边到马坝 那边到野山沙溪 周围三四十里地 都被袈裟覆盖了 四大天王现身 一个天王拉一个脚 你看 六祖菩萨从没有住山洞也得神通 他只冲了八个月米 这八个月的功夫有多大呀 你们现在有的羹田有的种菜 究竟搞什么了 你们不知用功 六祖真是老老实实地用功 他人个子小 充米时用脚踩 这边用脚踩 那边石头就瞧起来 踩下去 瞧起来 踩不动 人不够力怎么办 找块大石头来 这石头也有四五十斤 背在背上 他就是这么聪明 还要匹柴 王梅五祖那里人多 一天要吃一千多筋骨子 以我们一个人的劳动力 规定是膜 免 筛 一天能做出四百斤骨子也算不错了 本来一千多斤骨子要三四个人一起来冲 但那些和尚欺负他 你这个南方蛮子 广东野人 快点冲 我偷懒 叫他一个人冲 他们出外去玩 六祖就是一天到晚老老实实地冲 师父叫我冲你 我就冲你 你们去玩我不管 不会认为你不冲我也不冲 只把鹦鹉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境界搁在心里 观察观察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 把米踏赎来 后来得到五祖印证 五祖叫他离开他才离开 你看 古人就是老实 我们现在是你不干我也不干 所以现在的人不老实 调皮的不得了 提起话头来 参